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沉香如泻杀青日将至 马静寒深夜发生,杨子回归在即 对于热衷追剧的观众来说 这个10月注定不平静 假期结束后,多部新剧陆续传出消息 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 包括开机在即的古装剧长月无尽 罗云西白露再度合作 以及成意、杨子、张瑞领衔主演的沉香如泻 再加上等待定档的余生 请多指教暗夜行者繁花 国产影视圈迎来新一轮的大丰收 总有一部作品适合你 古装剧《沉香如泻》改编自高人气同名小说 故事围绕女主角颜淡杨子是 唐州成意是 余莫张瑞是展开 讲述了游历江湖的少年唐州偶遇侠女 严淡、余莫在除强扶弱的过程中 严淡与唐州逐渐回忆其往事 原来前者是治愈病痛的汉淡仙子 后者是护卫苍生的战神 两人打破昔日隔阂 和余莫一同击碎黑暗力量 拯救天下的励志故事 身为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当红艺人 杨子、成意曾多次带来爆款作品 塑造出赢得观众认可的荧幕角色 比如香蜜沉沉浸如霜、紧密琉璃与丝缝等等 两人此番合作 自然备受瞩目 时光荏苒 不知不觉年初开机的陈香如蟹 已经拍摄超过半年 截止到10月9日 陈香如蟹制片方尚未官宣杀青喜讯 这可及坏了守候在荧幕前的观众 不过通过核心演员的动态 大家可以嗅到陈香如蟹即将杀青的味道 陈香如蟹杀青日将至 出演魔君的男演员马静寒深夜发声 感谢陈香如蟹全体工作人员 我们江湖再见 我顺利杀青 翻看评论区 大量粉丝表达了对演员马静寒 在剧中表现的期待 有粉丝直言 没有想到寒歌的戏份已经拍完 希望陈香如蟹能够早日定档 还有粉丝感慨道 恭喜马静寒完美杀青 看来杨子和成一杀青的日子不远了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据西马静寒出场时间较晚 承担着推进剧情的作用 如今他已经完美杀青 意味着陈香如蟹的拍摄工作 即将落下大幕 该剧有望在10月下旬 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具体时间安排 以陈香如蟹制片方官宣为准 再往后有多次爆料准确情报的圈内 大咖带来好消息 不出意外的话 由杨子、成一清情合作的仙侠剧 陈香如蟹将在10月14日正式杀青 你期待吗 只用了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条爆料内容或赞破500 隔着屏幕 小巴都能感受到粉丝的热情 正如此前所言 杨子和成一是当下炙手可热的当红艺人 与君哥收官后 成一即需一部仙侠剧提升影响力 对杨子来说 陈香如蟹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 由杨子领衔主演的青三行 无法播出余声请多指教遭撤当 除了尚未定当的女心理师陈香如蟹 成为了杨子的主打剧集 这位努力向上的优质女演员回归在即 你会守候在荧幕前 加入陈香如蟹追剧大军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